台大医学院应届职业生112人 属于由学生胡义博代表 把准备举行谢师院的2万2千块钱 捐给台大医院儿童心脏病基金会 由基金会总监师李鸿熙接受 胡义博表示 社会舆论每年都对谢师院有所提醒 台大医学院的师生 已将为几十大支笔权吃掉 不如等下来做点有意的事 所以他们决定率先创造 他并且呼吁所有大家的业生 都能协省谢师院的费用 改造有意义的念头